可是有些地區人他就希望說我們有一個設計圖樣拿出來給大家看 大家才能夠討論 就像您剛剛提到的柱幾坪啊 這個一房型三房型柱幾坪 其實我們都會有初步的設計拿出來給大家看 大家一起來討論這樣子的設計對大家影響是什麼 其實有一個設計有個模型 大家的溝通是比較好的 這個是我們認為理解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我們用看的 看的到的東西總比用想像的應該是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下一步來做公聽會的時候 我們還是盡量能夠把它做得更清楚 讓大家看得更詳細 至於這個坪數的部分其實我們已經有初步設計 我們在大龍洞也好 在新龍就是在木柵 現在已經蓋好了幾棟 蓋好了兩棟 品質非常的好 那新聞報導也是非常的多 我們也非常歡迎社區有需要或是覺得有興趣的朋友 跟我們這個接洽我們就帶大家去看 看我們實際管理的這個狀況 其實我覺得這個品質是相當不錯了 好評也是非常的高 那我是覺得用想的或是用觀察的真的不如到現場看一看 這個這是我們非常誠摯的感覺跟邀請 那剛剛提到的是說容積率的部分 我們的這個案子的都市計畫已經內政部 內政部已經審議通過 容積率是350 不是450 所以我們已經大幅的下降了 當然未來設計的量各位今天所表現的表達出來的這個需求 這個設計上面我們帶回去 帶回去處理 下次在公聽會的時候 再一起來跟各位來做討論 那至於這個 最後那棟建築物今天有朋友說要拆 那剛剛也有 也有 長輩有不同的意見 那這個我們最後還是 把大家的聲音收集起來 在公聽會裡面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那里長所提到的這個部分 大概中破里的這個聲音的部分 我們回去在設計上我們再思考 我們再盡量看怎麼樣來做一個比較妥善的這個安排 原則上我們做的設施處理 當然每個幾個里的分佈的部分 我們會盡量的做努力 可是呢 每一個基地 每一個基地 每一個建築 它坐落的位置 就是受限限制是很大的 一定要怎麼樣分 其實是有困難 但是我們盡量讓每一個區裡面 裡面能夠使用的空間 我們盡量考慮到密集的設區的部分 它就盡量有一個開闊的空間 不要你已經很密了 旁邊又蓋的很密 我們盡量不要這樣子做 在設計上面我們會盡量的努力來做 好 那最後 最後有兩位議員有沒有要補充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的這個說明會 我們重點是在地址跟安全部分 上一次市長有跟大家說明了這個部分 我們確實也都做到了 非常努力的做到 那市長也全程做到這裡來 來聆聽大家的意見 那我希望說 希望說這個資料 我們今天 同事回去以後 今天我們就會在都發局的網站上面 把今天簡報的地址專探的這個結果 公佈出來 讓大家能夠這個在網站上 即時都可以看得到 最後 最後蔡里長 是不是我們用代表人物 因為已經 最後了是不是 是里長 那個 柯市長來了 大家來拍手一下 我剛才對他有意見 我就要抱歉一下 那個也可以請柯市長 就是說 我們大地 希望就保留這個網站的公園 也希望市長 你在選舉前 一人就陪你走 我們希望有當地的新生 也讓市長重新來考慮一下 可不可以 請市長來跟我們講幾句話來鼓勵一下 謝謝 這個當時 這個開發案 我們也是怕說 有問題 所以才花很多錢去 去賺 樣本夠啊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 這個第一點 我們還是專業問題 專業解決 今天只是說 我們把這個 而且當時一般很少打到100公尺 所以我們 所以這樣的 林作民在跟我講 我說 還是做最 最 extensive 最 extensive 用多明瞞怎麼講 最 強度最強的那個 那個專探 所以那個打到100公尺 一般不會打到多少 所以我們12隻是打100公尺 8隻是打50公尺 所以把整個區域 搞清楚 所以在 壁紙上 只是說先確定說 這個地方是可以蓋 因為這個地方不可以蓋 大家保護盤管會推家 就是不用說 就是說可以蓋 現在下一步就是說 怎麼蓋再討論 所以 那個容積率已經降到350 其實我跟你講 整個這個地區的開發 不是只有廣執的地方 還有永春培 那整體規劃 那 事實上這個很重要的也是 就是 捷運會到這裡 因為我們最近有在討論 你知道 台北市如果每個都要開車 全部都塞在車上 所以中秋還是要說 就是在那個 捷運站的500公尺裡面 容積應該高一點 就說鼓勵大家用捷運出土 那現在我們市政府在考慮要做清潰 會到 台北市的捷運都是橫的 你會發現 值得很少 所以應該要一個 最近有在規劃一個 一個值得從那個 從那個 世貿 一直到 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那個新一區工作 一直到 一直到 內骨 一個一個 這樣的話可以把 目前這些等等的捷運 全部接起來 這還在 目前還在規劃 所以結實是這樣 這個地區的開發 不是只有這個地方 你要把永春培 這些整個公園 要一起思考 那這個地方一樣 既然是內政部營建署 它最高容積率就是350 所以不能超過 但是我也知道大家不喜歡 那麼高的容積率 所以也許會 還可以再下修了 最高就350 這國家定了 但是台北市這個不一定要蓋到350 所以這個就可以考慮 另外一點 比如說是這樣 那個 整個都市的設計 重點不是那個房子蓋多大 它裡面 預計要裝多少的 這還要再考慮 而且還要考慮到交通出路 所以 其實我那個 東元站 新一線東元站 那個公園都已經簽了 花掉九十幾億 所以我現在大概 會要求說 捷運機是不是 施工快一點 就是說 這個地方蓋好之後 最好是它是捷運機 就可以通 就說 鼓勵大家就捷運出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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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 因為附近的如果每個都要 都要開車出入 它有十幾個 所以還是 盡量用捷運 盡量用公車 還是一個綠運速的時代來臨 我想 這個我們會做到 今天大家聽一些意見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只是缺了 這個地方是可以蓋的 至於怎麼蓋 回去再討論 這個回去再 不要拿去這個來講 你要偏北偏偏偏南邊 要蓋多少 要按好設計 那個還可以再討論 所以 今天只是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還是很認真的 專探 證明說這個地方是可以蓋的 所以怎麼蓋 再來講 為什麼 為什麼 背包永春集 沒有地震 也沒有突然 硬化 我跟你講 剛才已經講到 其實剛才有重點沒有聽到 因為這裡有捷運站 可是這個也差不遠 我跟你講 他比較安全 他比較安全 我跟你講 這 我跟你講 最近台北市的交通 為了把我們把那個市政部門 交通部門都找來討論過 其實齁 今天內湖最大問題在哪裡 二十年前內湖人口多少 現在人口多少 做什麼東西 先決定交通 才決定蓋房子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地方怎麼 安全 對 安全一定要有基本量 對 安全一定要有基本量 我跟你講齁 所以是這樣齁 所有的考量齁 安全在Top1 我先決定 再來是交通 這交通的動線要算好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今天你們在聽 我只是說 我今天回來只是說 我有大約說四個月內要專門 要報告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最後這個 我想整本那個報告書 會上網 晚上就會上網 就給大家看 我態度還是公開透明 我只是說 這個地方可以蓋 至於怎麼蓋 再講再講 這不太簡單 這大家意見才多 要蓋 他比較不安全還是要蓋 那邊比較安全 你不蓋 就是蓋了以後 你們住不住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可以住 你不要說 你們是高兩萬元 沒有啦 我是地東國的 天東國 好啦好啦 今天就這樣 我們後面 我們這個後面 今天只是把 今天只是解決 技術問題 後面要怎麼蓋 慢慢還要再討論 我要感謝 好謝謝市長 那 今天晚上非常謝謝大家的參加 非常謝謝 我們會盡快安排 來開第一次的公聽會 也謝謝今天愉快的 為大家帶來 跟兩位老師 好